大家好,歡迎來到周太頻道,我是周珊 我是周太 周太,今天想介紹什麼? 今天我想介紹買Gopo配件的半價優惠 我們之前買了Gopo Hero 8去拍外景 我想買一些配件,發現原來有半價優惠 這麼划算? 買了Gopo Hero 8之後,你會送一個Gopo Plus的卡 其實它是說你可以申請一個Gopo Plus的帳戶 然後訂閱 你要付上用卡的資料 但是你初一個月是免費,不用付錢 你一開了這個帳戶,你可以買大部分零件都有50% 這樣就算划算了 其實你可以過了頭一個月,免費試用後 你就不訂閱 但是那些東西,你真的可以半價買的 真的要試一試 我們現在就看看我們買了什麼 好啊 我們逐個介紹 第一個就是買了鏡頭的貼 買了Gopo Hero 8,其實也要買這個貼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保護了鏡頭,不要刮花 還有後面的鏡頭,不要刮花 聽說是非常高強度的防護 所以買了Gopo,你一定要買到這個貼物 第二樣就是買了這個塞箱吸 即是可以吸住一些位置的雲台 例如你可以吸住一輛汽車 然後將Gopo 放在上面 從而可以獲得一些很有速度感的拍攝效果 第三樣,我們就買了這個相機套 嗯,這個防護套 其實我們拿著Gopo,就會到處去 其實如果有一個套,不怕刮花 你知道Gopo這麼貴 弄花了會很心痛的 所以有一個套,其實對用家一定會比較安心 所以也很值得買的 另外我們就買了一個夾形狀的雲台 即是可以用一個夾形式進入不同的地方 進行拍攝 令到所有想拍攝的人 都可以在全天候不同角落 都可以拍到他的影片 以及有一個雲台形式去拍攝 這樣就非常穩定了 另外我們也幫這個鉗 買了一個Goo Snack 應該是那個臂 我們就買了這麼多了 很划算的,即是全部都半戒 還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先來問我 一會兒再補回錄音 那我們現在就試試最開心的儀式 就是開箱時間 首先就拆一下這個保護套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純粹就是我拆開了 我才發現原來是有四個貼 兩個是貨鏡頭 兩個是貨螢幕 我本身就以為是總共只有兩個 誰知道原來有四個 其實我計算一下 它折了85元 除回四張 即是平均每一張 就只有20元 再加上它那個布 其實都挺划算的 第二樣就是那個相機套 其實這個相機套 除了一個膠的套外 還包著手繩 我們看看它大了之後是怎樣 你看到就是鏡頭和螢幕 都仍然露出來 另外 Mounting那裡 它也是有一個洞 給你充電 其他東西的 那個機器 那對門 就是充電 以及放記憶卡 的位置 就封閉了 變成手繩的位置 我覺得其實都提供了這個 相機套的功能 不過我之後用 我覺得其實那個手繩 就不太需要 因為它反而好像 有點危險 或者阻擋 特別是你想拿著一個腳架 或者其他東西的時候 當然它是可以拆的 所以我覺得折了之後 百多元都可以 第三樣就是這個 這個拭箭 其實為什麼我會買呢 就是我看到其他GoPro那些 那些用家 他們都說 必買的物料 就一定是有這個 力量 因為它可以可以很穩陣 黏在車的上面 甚至飛機的液上 都不脫 如果你預算不太多 基本上買這個 和那個保護貼就足夠了 但我暫時不太知道零件如何使用 可能要等周先生有空幫我教 才可以和大家再分享 到了這個鉗 這個鉗已經包了鼻子 我還特地買了鼻子 我不知道原來是包了的 鉗子原來有條帶可以較鬆緊 而且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鉗子很實 剛才我開了很多次 我都不夠大力開 它真的很實 應該是完全不會掉 而且它的鼻子可以扭來扭去 我覺得如果在室內用 鉗子和桌子去拍攝就蠻好用的 而且這個鉗本身是鉗子的手柄 最後到Gusenac的鼻子 其實我不太知道為什麼它會買這個產品 如果剛才那個是包了鼻子 所以我嘗試對比一下 原來它比剛才買的鉗子的鼻子長一點 我不知道是否這個功能是這樣 還是可以駁在其他東西上 或者大家可以告訴我 如果是100元 如果再給我再選一次 我當然不買 只要給100元 好了 這個箱裡的項目就看完了 如果有興趣玩Gopo的你 就應該要再看看 其實我們有一個半價優惠也很划算 有什麼好處呢 以後周太的爆買頻道 也會再給大家一些優惠 歡迎大家再看 拜拜 來吧